咱们呢来看看MyBadies这个框架的一个架构设计 这张图呢写的就非常复杂 对不对 咱呢先不看这张图 行不行 咱们呢先来一个流程 先开放一下 写个入门程序 然后咱们写完之后呢 再回过头再来看那些流程 好吧 看看MyBadies的入门程序 首先第一条 MyBadies是不是一个框架啊 既然是框架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咱们得需要它提供的架高啊 对不对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下载的地址啊 你呢可以自己去下下看 我这边呢已经下好了 我已经好了 下好过了啊 来咱们看一看 这个MyBadies的杠3.2.7 这个.zrp的这个文件 这是我从官网上下载下来的 看到没有 这个文件呢 你解决到之后呢 是谁 是这个文言讲 对吧 这个文言讲里面呢 看到没有 这有一个什么使用说明 是不是一个使用说明啊 pdf的 是不是有个架包啊 这个MyBadies杠3.2.7 这个架包呢 是这个框架的一个核心的架包 能理解吧 但是呢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live 一个文件夹 是不是啊 咱们发现呢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架包啊 对吧 那么这些架包是干嘛的 这些架包呢 是MyBadies框架的一个什么 依赖包 说什么叫依赖包吗 就是呢 我这个架包当中呢 有一些类 使用到了谁呢 使用到了依赖包当中呢 某些类 他们听懂吧 就有依赖关系嘛 所以咱们来使用MyBadies的时候呢 这些架包全都得用啊 这第一条啊 关于架包这个书名 那这些需求 咱们一个案例需求啊 根据运户ID 查询一个运户信息 根据运户名称 模会查询运户信息 添加更新单属用户 对不对 在史特朗之前呢 咱们先连加数据户 先确保呢 有一张优作表 对不对 点接一下啊 找一个带优作表来 就TES的为例吧 看看啊 是不是有啊 TES数据户 咱们有一个优作表 是不是吧 嗯 没问题吧 然后呢 咱们来正式进入开发 正式开发 说第一步呢 干嘛呢 先创建一个工程 你有一个什么 Java Progeted 啊 017 1814 这要怎么办呢 先新建个文艳牙 把架包给存进来 什么卡了这 捏一个放的 给收拾的需要辣一个 是不是 然后慢慢先把咱们架包 先给干嘛 给尻进来 这里 哪些架包 是不是有一个依赖包 扛出去 还有这个核心的架包 对吧 但是咱们还得干嘛呢 将这个架包 导进构造环境 记住了吗 要将那个架包 导进构造环境 什么叫构造环境呢 就这个程序呢 在运行的时候 它会先去构造环境当中的 加载那些class 那些类 大家都理解没有 你看导进来啊 右键 Beauty Pass Edit to Beauty Pass 是不是 到这种为止呢 架包是完事的 对吧 咱们来看看 怎么进行写呢 这个MyBeauty的框架呢 它需要配置文件 咱们刚刚讲框架的人说过啊 框架都需要配置文件啊 对吧 那么框架文件 它怎么写呢 对吧 再new一个什么 再new一个source放的 对 这个叫原目录 原目录啊 confir一个啊 对吧 然后怎么办呢 需要配置文件不是吗 咱new一个呗 对不对 它这个配置文件呢 是什么呢 是咱们的XML格式的啊 比如叫MyBeautyS MyBeautyS 叫什么XML啊 对吧 那么这个配置文件 该怎么写呢 对不对 首先第一步呢 咱们呢 要去往什么 去往咱们的数据员 是不是啊 咱们再看看 咱们是不是要进行 数据固定一个链接啊 你帮我MyBeautyS 不行吧 你这个谁 你这个GDBC吧 因为MyBeautyS 底层是不是 相当的GDBC啊 怎么办呢 来call一下包过来啊 我这都公众们来copy了啊 MyBeautyS MyBeautyS 我这是不是啊 来call it 然后怎么办 进行数据固定链接 是不是需要 GDBC的配合文件啊 对吧 这里面就需要一个什么 Property子类型的文件 大家现在用过吧 行吗是不是啊 好 来call it 过来吧 对吧 来看一看 这个GDBC点Property子 文件当中有哪些东西呢 谁是第一个 是不是驱动 对吧 这边没改啊 是不是 咱们说的叫啥 这边Test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est 下面呢 是关于什么 运动名义码 就不用改了啊 然后呢 这个MyBeautyS 这个配合文件 该怎么写的啊 对吧 咱们呢 因为什么是 MyBeautyS 这个框架 对不对 咱们需要先引入 它的 XML的一个约束 能明白吧 XML的一个约束啊 来看一会儿啊 看到没有 就是谁啊 就是他 大家仔细看看 这个框呢 它就指定了 咱们的一个 XML文件 它的一个约束 文件的路径 可能说这里呢 大家呢 不太了解 什么叫约束文件的 还路径呢 是不是啊 我来写一下 出事啊 大家能看到屏幕吗 对吧 就一个点 DTD文件 对吧 是什么 是XML 格式 文件的 约束文件 那这个文件 约束了什么 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它 它约束了 对吧 该 XML 文件 使用的 标签 以及 标签 文件之间的 关系 大家能听懂吧 啥意思啊 咱们要知道啊 这一个XML 叫什么 可扩展标记语 那就意味着 它里面的标签 是不是可以自定义啊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它是自定义的啊 但是 咱们这一个文件呢 它进了一个 这个文件 对不对 点TD文件 这里面呢 就约束了 这个XML文件 需要使用的标签 以及背线线的关系 对不对 那么哪些呢 咱们来看看啊 大家自己看看 是我出来了啊 你看出来是不是啊 来看看 我打一个箭头 就提示我出来了 谁 是不是Configuration标签啊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就这个核心的配置文件的 它里面顶层的标签 叫Configuration 这叫什么 叫根标签 记住了啊 根标签 根标签 对不对 叫什么啊 是page的意思啊 配置 对不对 那么这个根标签里面 还有哪些标签呢 咱们来看一看啊 大家看看 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 叫setting 对吧 这个setting呢 叫什么 setting字叫设置的意思啊 反正目前呢 先不用它啊 我这告诉你啊 哪些必备的呢 大家看一看 proper的意思啊 是不是啊 Evormous啊 这个proper的标签是什么意思啊 是个属性的意思啊 对吧 这里呢 需要干嘛呢 需要引入一个什么 引入咱们谁啊 咱们这个gdpc.proper的文件 我呢 先进靠过来了啊 这不用靠写实 来看啊 下注是啊 proper的标签 加载 加载 指定 目镜的 proper 图 文件 大家知道啥意思吧 就是呢 当这个proper的标签呢 被解析的时候呢 对不对 咱们mybase的框架呢 就会从这个目镜 去加载 这个配置文件 大家听到吗 接着大家看啊 下面什么呢 是什么 environments 这个environments 是啥意思啊 是环境的意思啊 对吧 环境 这是谁的环境啊 现在不是说句环境吗 说句源 信息 在mybase的框架呢 它底属实用gdpc 进行设设计过点接的 对不对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得给它配置一些设计源啊 是不是啊 什么设计源啊 就是设计的来源嘛 对不对 这里面呢 我直接抠过来了啊 要多哈 东西 来看看 从这个标签的路呢 可以看出来 这个environments 叫环境 对不对 这个environments呢 叫某一个环境 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这个标签里面啊 可以配置多个 environment的标签啊 对吧 每一个environment标签呢 它代表了一个什么 一个设计源 我说对不对 咱们看看啊 首先看 这一个啊 environment啊 标签 这里面呢 有一个什么 tri-selection manager 这叫事物管理器 类型的叫什么 叫GDPC 使用GDPC呢 进行事物管理 这点呢 大家知道就好了啊 接着要看 社机库连接池 社机库连接池 是不是一个社区员啊 对吧 当人Mardale的矿站呢 想进行社区连接的时候 怎么办呢 是可以从这一个 数据员当中 去取的链接啊 对不对啊 来看看 这个地方呢 它使用的是 C3P0连接池 大家听懂吧 它使用C3P0连接池啊 这个连接池这里面呢 有一些配置信息 看看 Property Nam等于什么 Drive Drive叫什么 叫驱动的意思 这个地方呢 大家记住了哈 这个内部属性的值啊 不能乱改 你们选择抓Ivers吗 不能 听懂了哈 这个Value等于 是不是指这个驱动 对应的值啊 那这个驱动对应的值是哪里啊 是不是应该是这里啊 是不是这里啊 对吧 咱们看看 在之前 使用这个Property的标签 是不是已经将这个Property的文件 引进来了 就意味着 这个文件当中的内容 已经进入了我这个框架内部去了 听懂了吧 这里呢 这里呢 使用道日啊 加大括号 去取 使定的K 对应的Value值 这个是不是KV结构啊 左边的K一边是Value啊 所以这里呢 注意了哈 你这里面 这一个什么 这一个K 要和谁进行对应啊 要和这里面 进行对应呢 大家听懂了没有 别写错了啊 这四个Property 是不是意味着 这是我连接池当中的 四个属性啊 对吧 我现在进行配置连接池 必须得知道这四个基本属性 才能进行配置吧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就配置好什么 说句语言 配置好说句语言了啊 对不对 那下一个应该怎么做呢 对不对 咱们之前说到吧 这个Models呢 可以进行什么 结果级和渣渣渣对象的 一个什么 自动意识啊 是不是啊 怎么办呢 咱们需要干嘛呢 需要建渣渣渣渣对象了啊 你在这里呢 牛一个啊 还牛个package吧 叫什么叫model 先牛一个什么 class啊 嗯 user user 这个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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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数据图当中 这一个user表 进行一一对应的 这里呢 我要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 咱们最好 这个属性比啊 就对象当中的属性比啊 要和数据图当中的一个列明啊 一一对应 大家记住了没有啊 一对应啊 然后呢 我就先前几个呢 写前四个属性嘛 可以吧 记住在哪一对应 就定义这个施力当中的哪些力,大家听懂了没有,哪些属性 并不是说我必须得全部定义,看你的需求 我就去这三力,没问题吧 丧死啊 这边有一个标准的招发病啊 然后呢,下一步要干嘛呢 下一步再继续写色谷语句 咱们刚才呢,在讲框架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是不是之前使用基地宾罪的时候 是将色谷语句写在招当中去的啊 对不对 但使用这个框架呢,需要将色谷语句干嘛了 需要写到咱们的一个XML文件当中去 能理解吧 那么能写这里吗 不能写这里 不能写 这里呢,有一个原则 大家看看 使用一个Mapos的标签 这个Mapos的标签呢 什么意思啊 叫映射关系的意思 它是不是有一个复数啊 那是不是应该里面可以是一个单数啊 Mapos标签啊 对吧 这里面的每一个Mapos标签 代表的是一个印射 对吧 一个印射的话呢 就意味着 是不是关于一张表的一个印射关系啊 对吧 那么呢 那么就意味着 咱们哪张表的一个印射关系呢 就需要用到一个Mapos的XML文件 来进行写印射关系 大家能听懂没有 我这里是不是用到一张表 U的表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只需要写一个Mapos标签啊 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属性啊 有个什么 Resource 对吧 它有个什么 UIL 对不对 咱们呢 就使用Resource吧 这两个其实差不多啊 Resource就是相应路径啊 那么这个Mapos文件写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我呢 再创建一个什么 XML 对吧 因为我自己的印射文件 是关于U的对象和U的表格 是不是啊 那我就叫什么 就叫User 没问题吧 今天看了啊 叫User点什么 XML Finish一下啊 对吧 既然呢 我要写下注释吧 该文件啊 代表的 是 User 类 和什么 和什么 和优则表的 映射关系 关于 关于 User表的 Circle语句 等等 写在 这里 大家理解了吧 啊 既然呢 既然呢 它是一个什么 矿件需要用到的一个Mapos文件 它呢 也需要一个头 需要一个头啊 热树头 我来靠谁呢 我来靠这个头的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头的文件名叫什么 MyBelice-3-Mapos文件 TDD 是不是啊 对吧 然后呢 咱们呢 来看一看 那么之前那一个是什么呢 8月14 太多了是吧 眼都看花了 就这里啊 这个叫什么 是MyBelice-3-Config 我正想告诉你呢 这两个DDD文件 约束文件呢 是不一样的 理解了没有啊 咱们写出来 注意了啊 回到这里 咱们看一看 要需要哪些标签呢 这个提示出来了 但是你们那里呢 应该是不行的 知道吗 你们需要干嘛呢 你们需要配置 把这个DDD文件呢 给你引进来 你听到吗 那么怎么引呢 教你们一下啊 看看 Window 这里啊 然后搜个什么 XML 看到没有 XML XML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里面呢 你需要配置什么呢 你需要配置 咱们的DDD文件 这样的话呢 咱们写这个XML的时候呢 才会给你自动提示 大家听懂了没有 我这个自动提示呢 是因为 我之前已经配好了 你需要重新配 那么怎么进行配置呢 我来教你们一下啊 我就以这个为例吧 但是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location啊 这个location呢 就指咱们这一个DDD文件 它的真实存放的一个路径 是不是啊 这边有一个K 这个K呢 就指这个DT文 DTD文件的一个什么啊 一个唯一标识 咱们看看 哪个是这个DT文件的唯一标识啊 看public 公共的 这是个K啊 看到没有 怎么配呢 就这样 Ctrl C 它 然后呢 回到这里来 这里呢 干嘛 爱了一个 你就爱了一下对不对 把它干嘛 拷进来 然后怎么办 选中咱们这一个真实存放的路径呗 课详的话呢 我会将这个DT文件呢 给你们一份 你们引一下就好了 大家听懂了没有啊 然后点什么OK 那同理 这里面是不是需要两个DT文件啊 那么你就要配两次 配完有什么效果呢 配完呢 你直接 兼括号 就会给你自动提示 看到没有 自动提示你啊 你这一个插毛文件 对不对 可以使用党内的标签 这些标签呢 有没有使用错 标签的标签之间呢 有什么关系 等等 大家理解吧 大家洗页一口一写吧 来什么 Metal 当然 这个Metal 是不是代表着映射的意思啊 这是 和哪个比较相似啊 你看看 这就是Metal 对不对 这个Metal引的谁啊 是不是User 点什么 插毛文件啊 大家注意到哈 这里使用到的是什么路径啊 是相对路径啊 相对路径啊 相对路径啊 回到这里来 是吧 那大家想看 我这一个核心的配置文件 叫Metal代理点插门 它是不是可以给多个Metal文件啊 可以多个吧 所有总担呢 咱们在生命Metal的时候呢 需要干嘛的 需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命名空间 命名空间 说白卡 去分一下呗 加一个包路径呗 对不对 比如这个呢 我叫什么 叫model.user 吧 举个例子啊 model.user 叫model 啊 model.user 这啥都写啊 举个例子啊 然后这里呢 该怎么写呢 看看 大家看看 这里看看啊 音色的是不插入啊 del.user 删除啊 这是不查询啊 这是不更新啊 下面呢 咱们写第一个案例 什么案例呢 通过rid 来进行查询 是不是啊 那么该怎么写呢 写一个什么 select rid叫什么呢 这个rid呢 是指这个circle语句的 唯一标识 能听到吧 对吧 请个名字呗 比如叫find user id 可以吧 接着看 还有什么属性啊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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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猜数啊 就是type 是不是类型的意思啊 通过rid 查询 它的参数类型 应该是什么东西啊 什么in它类型的 什么in它类型的 写生意的 什么意思啊 加点la 点什么 一摊这 什么意思啊 行 写完之后呢 按住ctr键 ctr键 ctr键 有个操线你先看到没有啊 说不定类型没写错 两种好习惯啊 大家想想看 那我查询完之后 是不是将结果结果自动映射成沙拉对象啊 对不对 这有什么东西啊 有个result type 这个result type 代表什么意思啊 代表这个结果类型啊 是谁啊 是谁啊 能写 这样写 一阵阴英了吗 不能这样写 可以写包路径啊 习惯啊 包路径 model点什么 写完之后 按换路径检查一下 这没问题吧 下面呢 可以写三个语句了 这个三个语句呢 非常好写 在slag 什么 slag cns user will rid 等于 问题出现了 咱们之前 使用沙拉 来写四个语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有占位符啊 对吧 那这个my body 怎么办呢 他使用 警 大括号 代表是一个诈位符的意思 听不懂没有 相当于咱们那个什么 问号一样的啊 咱们传进来 猜到这么一个印象类型吧 对吧 来个说一说吧 对吧 警 大括号 代表 驾位符 问号 是不是 表示 my body的框架呢 会接收输入的 参数 对吧 并干嘛 并复制到 色口语句当中 是不是 大家看看 咱们这一个输入参数 是不是印度类型的啊 那问题出现了 我知道这一个输入参数的名字叫什么吗 什么不知道啊 我知道参数的名字吗 我只知道这张类型是印度吧 对吧 啊 这里有个主要知道啊 关于 简单数字类型 简单类型 哪些是简单类型 印的什么简单类型 对吧 String 它也是简单类型 听懂了没有 这个简单类型呢 是my body's 矿架 对这些数字类型 进行一个区分 和咱们扎大当中的 机密数字类型 是不一样的 大家听懂了没有 简单类型啊 代表咱们日期 代表 代表 还是什么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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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啥意思吧 这是常用的啊 对吧 可以使用什么 可以使用 value 来代表 参数名 啥意思啊 啥意思 听懂了没有 当然了 像GIT这种类型的也比较特别 你用RID呢 它也行 你写个井RID行不行 行 我写VALUE行不行 都行 要知道 大家看看 到目前为止 我这个四周语是不是写完了 写完了吗 下面我应该让这个框架进行工作了 进行工作 来一块看一看 这个GDP的配置文件干嘛的 连接信息吧 这个是核心的配置文件 这是不是一个 和数据会有影响关系的 一个Maple文件 对不对 下包也有了 下面开始启动框架了 如果启动呢 建一个什么包 比如叫TEST 然后呢 MU Club 就叫DEMO1 没办法了 给勾上 来写白 大家不做 首先第一步 大家想看 我Maple的框架 进行立行 是不是需要加带谁 这个核心的配置文件 是不是他 这个核心的配置文件 又分别加带谁 是不是 还有谁 还有他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 我只要加带他的话 所有的配置文件都已经被加带了 这要知道 那么怎么写呢 第一步 获取核心配置文件的 设设设计 对吧 那么如果您的设设设计呢 对吧 但V这是文件 是一个Input Stream 这叫什么东西啊 这叫输入流 因 这里呢 需要进来一个类 叫什么 叫Resources 叫Resources 看到没有 Resources 点什么 getResources s什么 Stream 这个Resources Base这个Lin呢 是MyBase提供的 仔细看一看 ORG.Apaq.Ibete.RO.Resource 这个Lin呢 它主要提供了一些静态方法 用于读取配置文件 能听懂啥意思吧 就这一个类啊 看看 那么咱们这个核心配置文件路径在哪里啊 它是不是在原木路里面啊 这个Config是原木路 那么就意味着 这个Config和Ida 这是不是同一级啊 对吧 都属于根木路 这该怎么写啊 这个直接什么 这个直接写MyBase提供 点什么 它插门了啊 千万不要给我写Config 千万不要这样写啊 知道为什么不要这样写吗 因为Config本身的就是原木路 对吧 这两个文件夹当中的所有Java类 或者Java文件 它们会进行编译 编译完之后的 会合并在同一个文件夹当中去 大家能听懂吗 就所有的原木下面的Java类 它会进行编译的时候的 编译完之后的 会成什么Config的 吧 会进行合并 所以不要这样写啊 这样写就可以了啊 要干嘛呢 抛压异常呗 是不是啊 读取核心的配置文件 第二步呢 配置文件有了啊 大家想想看 咱们使用GDPC的时候 需要怎么做啊 是不是获取一个什么东西啊 连接啊 对吧 这里呢 需要干嘛 设置 获取 不一样了啊 获取什么 绘画 工厂 什么叫绘画呢 绘画呢 就是什么 连接的意思 听懂了没有 绘画工厂 就相当于一个连接工厂啊 对吧 怎么说呢 叫 Circle Sensual Factory 对吧 Factory 等下话啊 Circle Sensual Factory呢 就是什么啊 绘画工厂啊 但我以为 New 这个比较长了啊 New Circle Sensual Factory Build 这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 这就是工厂的构造器啊 工厂的建造者呢 干嘛 我点干嘛 是不是点过Build 一个工厂啊 说过Build 一个工厂啊 他进入Build 工厂的时候 是不是要告诉我 这个工厂的一些 配置信息啊 在哪里啊 说在英里面啊 把英传进去 你知道吧 是不是啊 你看工厂有了吧 绘画工厂有了 对咱们干嘛 说获取绘画了 说获取绘画对象啊 获取绘画对象 这个绘画对象呢 就指谁 就指链接 对吧 相当于GDPC当中的谁 说Connection啊 相当于他 对吧 对吧 就什么 SQL Session Session 等于什么 等于Factory 点什么 点Open 在这个工厂呢 给我打开一个什么 固化 我要进入连接收入库了 对不对 打开一个固化 OpenSession 看到没有 连接有了吧 下面应该怎么办了 是操作数据库啊 大家看看 我之前定义的这个Segel 是干嘛的 是不是进行查询的 对吧 那我如何调用它 对吧 首先呢 我要定义一个什么 印了一个ID吧 我查询 ID是R的可以吧 可以吧 印了 ID等于几 等于R 这是不是参数啊 对吧 下一个需要怎么做呢 Session 点什么 来看看 看看Session 提供了哪些方法 咱们就进行查询啊 点什么 Select 大家看看 这个Select的方法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 重载的方法啊 是不是啊 咱们这一个 使用谁呢 大家看看 有Select1 就查询一条啊 SelectList 咱们又谁啊 这Select1啊 那么又是用它 还是用它啊 有哪一个啊 就下面这一个啊 为什么下面这一个啊 因为咱们是有产生了啊 用它 是不是啊 第二个参数这谁啊 是不是放ID啊 放ID啊 把删定啊 是不是啊 那问题出现了 那这里应该放谁啊 大家想想看 自己人是不是应该放思考语句啊 那问题出现了 那这个思考语句在什么地方啊 在哪里啊 在Gream眼当中啊 对吧 来啊 来看看 这是不是思考语句啊 那么这个思考语句属于谁啊 它是不是属于这个Map啊 属于这个Map啊 这个Map里面的谁啊 它 是不是 Model.user.find.user.find.user.id 就是这条思考语句啊 这啥意思吗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写的时候呢 怎么写啊 它里面的谁啊 对 对 发的user什么 哎呦 发的什么 ID 大家理解了吧 大家看看 那么这个方法的反回值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对象 是一个object 你听到吗 它有反回值了啊 懂吗 强转用谁 user 就可以了 等一下 对不对 有点那么久了啊 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又打印出user的信息 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啊 我可不可以给U的写一个图死认方法啊 来 定一个图死认方法啊 来 来 图死认领的 看不着了 知道 看到了 看到了 行 是不是我图死认方法了啊 怎么直接打印对象笔行了吗 来 打印一下 打印谁 U了就可以了 大家注意到啊 那既然这个sys 是不是一个 现在有个链接啊 要释放资源的啊 sys点什么 点close一下 咱们看一看 那么第二条 第五啊 还有十 等等信息 我们打印出来啊 如果打印出来 是不是说明了 咱们这个框架工作已经很正常了 对吧 配置图片没有配置错啊 来运一下看看啊 你说话还是什么 Zawa FD cash啊 控制台呢 那你是不是已经摔过了 看看 ID等于R UNAMM等于05 AD等于10 大家看看 咱们到目前为止呢 这一个 持Made的框架 一个简单的例子呢 就写完了 然后呢 咱们休息一下 我先保存一下录品啊